下午一点多 路边领检突然发现这辆车飘出异味 远景立刻要求驾驶下车检查 故意顾左右而言 他还时不时开开玩笑 看得出驾驶刻意转移远景注意力 但就在下一秒 他笑不出来了 拼命要求远景再给他一次机会 只差没有当街下跪 灵性男子苦苦哀求 甚至连母亲生病了都变成求找理由 不管他母亲有没有生病 也无论是不是只剩下他一个人在照顾 警方都不会放他一马 眼看求饶不成 改用耍赖招式 连开枪打我好了都脱口而出 因为这次被警方搜到的毒品数量相当庞大 包括安非他命跟K他命 还有一千多颗一粒棉 这下子人赃俱获 肯定背负重型 也难怪 自保自弃 记者陈波车 A7小组 台北报道